很多人都說我清楚你們知道你們很辛苦 很明白受很多委屈 但是他們都是看到一些新聞 或者聽到別人說 或者是在街上看到你們 他們會有這樣的感覺 但是我很想告訴你們 我真的了解你們 為什麼呢 就是1967年的時候 左派暴動的時候 我在PTU 當時叫PTU 當我們一群年輕人 想到會回到家 見到爸爸媽媽 吃一頓飯 我們全部都走 我們只是一個月 到回家 你想想你們在手腳是多少個月 所以我是你們自己 但是你們面對的 不只是經濟不同意念的人 不只是面對破壞法規定 你們面對的是家人 你們面對的是朋友 這些對我們來說是不可想像的 我很想回來和你們一起在這裡 我是很期待今天跟你們說一句 其實你們是我們心中的不單是英雄 你們是我們的底線 是我們香港人未來的底線 沒有了你們 就是沒有我們 我們是一家人 你們的理念是一樣的 我們是不會投訴 是不會覺得自己辛苦 我們只是會付出 為了維護香港的法規定 你們不會覺得辛苦 但是我們會覺得你們很辛苦 是 所以我告訴你們 我們是一家人 我愛你香港的法規定